各位观众你好,我是寇世远 有人问我,中国有一句术语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他问我说这句话有没有圣经的根据 这个问题很有趣味 圣经这样说,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如果谁从肉体撒种,必定从肉体收败坏 如果谁从圣灵撒种,就从圣灵得到永生 意思也是相同的 问题就在中国人所讲的善恶 这个标准不一定是圣经的标准 在圣经看起来,世上没有一个善人 除了神之外,再也没有良善 在圣经里面,耶稣这样说 除了在天上的神以外,没有良善 人的良善呢,如同早晨的云雾 素散的甘露 一下就没有了 人的良善呢,就好像一件破烂的衣服 肮脏的衣服穿不出去见客的 因为人的善往往是枝枝节节的,不是全面的 有时候人会孤名调狱,假冒为善 动机不正,都不能算出善 从上帝的标准看善呢 从生到死,从小到老 从来没有做错一件事情 不要讲犯罪了,错都没有错过 不要讲行动言语了 连思想都是干净了 你想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人呢 除了从天降下,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之外,再也没有良善 所以我们答复这个问题是说 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 其实这个善恶标准是应当从神的标准看 不是世界的标准 今天在节目中间呢 我们所想的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时候的问题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到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 圣经里面也有许多隐藏的珍宝 也提到怎么样子找到这个时候 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天下万物都有定期 生有时,死有时 哭有时,笑有时 这一切都有它的时候 那么时候没有到了,事情没有成就 可见上帝做事 有它的严格的时间表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按照他自己所定的 严格的时间表进行 一秒钟没到都不行 到了都不会差一秒钟 完全严格 上帝是非常守时的 所以我们中间不守时的人要小心 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要守时 这守时非常重要 西方人在这种地方做的比我们东方人要好 他是因为受圣经的影响 多少更多一点 所以他们懂得守时,因为上帝是守时 那么今天要从圣经里面来看 上帝这个时间很奇妙 时间没有到你就要忍耐 一到了,水到渠成 自自然然的,一切都成功了 没有到的时候,你勉强去做 勉强去追求 用各种人工的方法去做 费的力气又大 结果突然枉然 最多呢,就是说 等于事倍功半 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功 做了很多是 往往是弄到后来功亏一亏 这是因为不懂得上帝的时候 那么今天的节目中间 这个隐藏的珍宝 就是来发掘 什么是上帝的时候 第一个要了解就是十字架 各位知道神成全救恩的方法 是透过十字架 让他的儿子耶稣 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 但是你晓得十字架的道理 不是单单流血舍命 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受咒诅的意思 所以有人问我说 上帝的儿子死了 为什么要选择十字架呢 他可以被杀头 被枪毙 被勒死 有这种方法 为什么一定要上十字架呢 原来是必须上十字架 这是上帝的时候 你晓得十字架 只有在罗马帝国政务 那个时代 将近两千年前 有这个残酷的刑罚 后来就废掉了 没有了 所以上帝就选择那个时候 找到人间最残忍的刑罚 让他的儿子 最亲爱的儿子 去接受这个最残忍的刑罚 那是为什么 因为你的罪 我的罪 全人类的罪那么多 压在他儿子耶稣身上 耶稣上十字架 是单着全人类的罪蛋上去的 就那么深的罪 那么多的罪 他必须让他 那种最痛苦的死法 才能够承担 才能够偿付这个罪的债 所以你每次想到十字架 应当特别感应 这是我们主为我们的罪 承受这么痛苦的刑罚 那么这个刑罚 为什么呢 一方面 钉在十字架上可以流血 手钉了脚钉了 头上被经济观面扎破了 流血 背部被鞭伤抽打了 流血 满身是血 这个血一点一滴的流 流了六个小时 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 你看这痛不痛苦 一点点流流流流流 到最后心房破裂而死了 流血 才能赎罪 圣经说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所以十字架的这种功用 第一是流血 没有问题了 流血 赎罪 包括那罪 都洗干净了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 被挂在木头上 是担当咒诅的 这个木头就是十字架 挂在十字架上 是受咒诅的意思 那么耶稣呢 祂是一个 祂是全然无罪的 替我们流血以外 还得挂起来 挂在十字架上 表示什么呢 担当我们因为不能行律法 而受律法的咒诅 什么叫行律法呢 就是行善 简单说 我们因为作恶 所以主流血 来洗我们的恶 我们因为不能行善 主被挂起来 担当这个咒诅 所以你看 无论是我们不能够行善 也要行罚 我们作恶也要行罚 我们是该做的不做 不该做做了 这些都是罪 因此主用这个方法 施架的方法 来承担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这个要等时候 所以神就等等 等到两千年前 那个时候罗马政府 有这个刑罚出现了 他让他儿子降世 来成全他的救恩 这是时候等候 那至于到今天呢 主还没有来 大家不要以为主单言了 主是宽容我们 彼得说不是单言 但是宽容 什么叫宽容呢 因为如果今天主来了 你我拿什么交账 我不晓得你如何 我知道我如何 叫我交账 我还有很多亏欠 有很多人 亲戚朋友到现在 还在基督以外 都是我的责任的 还有很多 应当传的福音地方 没有去 都是我的责任的 不说别的 大陆上十几亿的灵魂 需要福音 我们都传了没有 假如今天主来 给我们算账 我们都是亏欠的 所以主为了爱我们 他现在不来 不来不是单言 是宽容我们 这我们要弄清楚 主有时候 做事情好像看见 是耽搁了 其实并不耽搁 比方说拉撒路 有按福音书十一章 讲到拉撒路病了 这个主所爱的青年病了 他姐姐玛大玛利亚 就叫人去请耶稣来 赶快来救他 给他祷告一病 耶稣知道以后 故意在路上耽搁了两天 故意耽搁 等他来到 这个伯大尼的时候 这个病人已经死了 拉撒路已经死 埋葬四天了 他姐姐说已经臭了 天气很热 已经尸首都臭了 但是耶稣来到坟墓面前 对着坟墓 他说 拉撒路出来 他就有权威的花 生命的花 一出来 拉撒路立刻从坟墓里出来了 死人复活了 你看多奇妙 他一叫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出来了 因此你就看见 这件事情 写明主的时候 如果他早一点来 拉撒路没有死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把一个病人救好了 这也是神迹不错 但是把一个病人救好了 和把一个死人救活了 哪一个神迹大呢 当然是后者 从坟墓里面 把一个死了四天人叫出来了 这个神迹更大 神迹更大呢 使上帝得到更大的荣耀 所以耶稣说 这人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主神的荣耀 叫神应当儿子的荣耀 所以你看神有他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忍耐等候 因为这个一等待以后 神的荣耀就得到更大 那么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 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 加拿宴席上 这是大家常常讲到的 结婚宴席 当耶稣和他妈妈玛利亚 被请去吃结婚喜酒的时候 吃了一半呢 酒没有了 酒用尽了 哎呀 这是很杀风景的事情 结婚喜酒 没得吃了 玛利亚就跟耶稣说 他们没有酒了 意思说 你给他想想办法吧 你还有多办法 你可以行神迹吗 他没有酒了 赶快行个办法 耶稣说 夫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看 他讲时候没有到 这句话很重要 玛利亚听完马上说 跟那些佣人说 他吩咐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我这句话可圈可点 他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是完全的信靠顺服 等到这句话一讲 耶稣立刻就为他行神迹 为什么 时候到了 你看一句话一说出来 时候就到了 这句话不说 时候没到 那什么意思 神常常借助环境 等候我们向他表达 我们的信心和盼望 信心和顺服 等到我们真正有这样的信心 顺服盼望摆在面前的时候 他就行神迹了 他的时候就到了 他的时候 所以没有到 不是他担言 他就等候我们 表达我们的心态 我们心态一正确 他的神迹就出现了 所以我说 一个神迹的产生 有两个必须的条件 一是神的大能 二是人的信心 人的信心有问题 神的大能没有问题 什么时候你的信心 一表现出来 大能神的难能就灵到你了 神迹就出现了 那么在这儿 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 当主耶稣跟他母亲说话 他母亲说 他们没有酒了 也没有说别的 但是耶稣说什么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这句话引起很多误会 说做儿子怎么可以 跟妈妈这样讲话 没有相干呢 没有相干 你从他肚子里生出来了 怎么说没有相干呢 感谢主 有新的翻译本出来 他就这样翻译 他不是说我与你 有什么相干 他说这与我 与你有什么相干 就是没有酒这件事情 对我和对你 都有什么相干呢 主耶稣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们是客人 人家主人没有酒了 让主人去张罗吧 让他去想办法 你我是客人 我们怎么宣兵夺主呢 我们就坐在那等吧 等他主人去想办法 这与我 与你有何相干 并不是说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上面还得加个这与 这与我与你 有什么相干 就对了 这个翻译 据说犹太人 常常有这种话 他们习惯用于有这样的话 这与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感谢主 当玛利亚有这个信心 先是祷告 他们没有酒了 他没有建议耶稣说 该怎么做 就告诉他说 我需要什么酒 结果耶稣说 这跟我们相干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做客人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过问这些事情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宣兵夺主事情不要做 但是玛利亚也说 他吩咐你什么 就做什么 这就是转移了 主权了 把这个主人的位置 交给耶稣了 因为耶稣可以吩咐 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结果六口十缸 满了水 耶稣就说 拿去 把这个水拿去 给管宴席的 管宴席的 一场的酒 好得不得了 平凡的酒变成好酒了 白水变成没酒了 你就看见这是神迹 这叫做神迹 奇妙吗 你看白水 刚变成没酒了 这也给我们看见说 当主耶稣做客人的时候 人的酒就用尽了 当主耶稣做主人的时候 人生的没酒就来了 这个整个神迹的要点在这里 是看你把耶稣放在什么地位上 是客还是主呢 主客意识 不同的形式 主客意识 他如果做主人的话 你一辈子都是好酒喝 他做客人的话 你有一天 你的好酒会用完了 人的好酒 总有一天会用净 但是神的美酒 取之不净 用之不竭 所谓美酒代表什么 欢乐 在主的里面 你又无穷无尽的喜乐 他就是你喜乐的源头 感谢赞美主 所以主在这个神迹里面给你看见 有个时间 这个时间什么 人一顺服 神的时候就到了 马利亚只讲一句话 时间只几秒钟 他分为你什么 就做什么 你看 马上主就给他动工 可见主的时候没有到 是在等人表达他的心态 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还有这个第一个神迹 这个加拿一宴席 这个就是耶稣所行的 三十五个神迹中间都一个 凡是第一个 第一次在圣经出现 他本身都有一种代表性 可见所有神迹 主要是解决人的问题 满足人的需要 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兼顾人的信心 这就是神迹 主要的作用 我们在九金山 我在九金山墓会 我们教会有一个童工 是个牧师 他前不久他感冒了 吃了些感冒药都不好 后来他说就 拿一杯白水放在那祷告 他说主啊 当年你用一杯水 白的水 六口十缸的白水 都变成美酒了 你既然能够把水变成酒 你也可以把水变成药 我现在喝的是 这个白开水啊 求你祝福 我就给我信心 就看见这是你给我预备的药 说完了就喝下去了 喝下去就好了 隔一天他病就好了 这是很奇妙 因为主能够把水变成酒 主也能把水变成药啊 结果他这一好啊 就传出去好几个弟兄姊妹也照他做 也好了 是在传出说水能够医病 这是因为凭着信心 神是无所不能的 你只要有信心 什么事情都会出现 你如果没有信心 什么事情都不可能 我们的神专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祂是行作万事的神 独行其事的神 赞美祂 感谢祂 这个见证是在约翰二章 另外我们再看 在约翰分七章里面 也有个时候的问题 那个时候犹太人过祝鹏节 那么耶稣的弟弟们 就是玛利亚跟约瑟所生的孩子 就劝他说 人要显扬名声 没有在暗中做事的 你应该可以到耶路撒冷去 就是说你要当众表演一下 做做秀 现在有政治秀 那个时候有宗教秀 你可以去表演一下 行两个神迹让人家看看 人家就信你了 耶稣说什么 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 但是我的时候却没有到 主是讲他要等时候 他的弟弟们随便要做什么都可以 他就不可以 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在世上所行所讲 每一句话每一件事 都在神的直接指导之下 约束之中 所以他没有做一件神不喜欢的事情 他说我父常与我同在 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情 感谢赞美主 主等什么时候 等神给他的时候 那么这些他的弟弟说完的话 就自己走了 就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了 可是他们走以后不久 耶稣也上去了 过节了 单独去了 那你说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 神的时候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就成就 就是当人学会隐藏的时候 隐藏自己的时候 神的时候就到了 当耶稣基督隐藏自己 不要显扬自己 他的弟兄们要他显扬 他隐藏 隐藏自己以后到了 耶路撒冷去 他时候就到了 你可以从这些隐藏的珍宝中间 发现许多属灵的原则 作为你行事为人的根据 你信靠神 神的时候到了 你隐藏自己 神的时候也到了 好多时候 我们做工作的人 做圣工的人 常常会有意无意 偷窃神的荣耀 但是很多时候 你真正懂得把荣耀归给神了 就像做师的人所说的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要因神的慈爱和诚实 归在祂的名下 真正懂得唱 这样唱 从心里面唱出来 这样的赞美式的时候 神的时候就到了 你隐藏自己 神就彰显出来了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当我们真正一天天舍己舍己 舍到没有的地步 神就整个接替了 接管了我们 这个时候 你就是 这是看见什么难处都过去了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这是很妙的时候 主说我的时候 不是像你们那么方便的 人的方便 常常给主带来不方便 但是我们看见 主的时候一到时候 一切事情就是顺理成章 水到去成 样样都成了 感谢赞美主 这件事 人的隐藏 还有 有时候我们看到 很奇妙 比方说 像这个约瑟跟玛利亚 当玛利亚 生耶稣以后 约瑟呢 天使来了 给他讲 说 你要把孩子带到埃及去 因为西里王呢 要迫害这孩子 结果约瑟 玛利亚就把耶稣带到埃及去了 那么天使给他讲去 并没有讲去多久 去就是去了 去半年 一年 两年 多十年 都不讲 这是神的时候 不预先让你知道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 没有好处 结果呢 他们住了几年之后 有一天 西里王死了 死了之后 天使又来告诉 角色说 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那害耶稣的人死了 他就回来了 你就看见 一个遵从神的旨意的人 不必预先思想 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等于下一步路该怎么走 这些虽然你可以计划了 但是你不能定规 这些都在神的手里 因为假如当年 天使告诉约瑟说 你得住了五年 或者十年 等到西里王死了再回来 那么这个五年 很不好过 十年不好过 可能他就天天在那里祷告 祷告是什么 甚至求神 把这个西里早点收回去 让他早点死掉 死掉了就可以回去了 这变成害人了 害人变成 这种不义的祷告 所以好多时候 我们不必知道的事情 不要于先知道 很多人老是求说 哎呀我知道明天 发生什么多好 其实如果你知道 明天会发生车祸 你今天晚上怎么睡觉 很多事情不必知道 神在掌管一切 你就要信靠他 把你交给他 他在他手里面 保管你是安全无虑 就算有灾难 他也与你同在 这是你们在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感谢赞美主 所以时候很重要 我们不要常常怀疑神 认为神都是莫测高深 很多事情不让我们知道 圣经说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他都已经告诉你 因为他已经 给你显明在你的心里 他也会告诉你 可换句话 你不必知道就不要知道 不要抢 不知以为知 勉强求得知道 对你没有好处的 这是我们经验之谈 这个等候神 实在很奇妙的功课 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讲个见证 很能够帮助人 这是很多年前的 他有个儿子 小学毕业了 就跟他爸爸讲 爸 我去小学毕业咯 你给我买个脚搭车 好不好 爸爸说你等吧 还小了 个子这么矮 其实不能骑车 你等吧 好了 一等等三年 初中毕业了 跟爸爸说 爸爸现在我初中毕业 可以买个脚搭车了 爸爸看看他 说你再等吧 身量还不够高 再等 一等就等三年 高中毕业了 这个孩子也很有志气 他高中毕业 也不跟他爸爸讲 就考大学 大学连招考取了 榜上有名了 拿着报纸去找他爸爸 说爸爸 我从小学毕业就跟你要 你到现在都不给我 现在我考上大学了 你应该没有话说了吧 爸爸当然很高兴 就带他去到 厨仓室里面去了 地下室里面打开来 都是灰尘 有一部车子在那里 这部车子是一个 新的绝大车 但是没有用 什么时候买的呢 就是六年前 他小学毕业的时候 他爸爸 他要求爸爸 第二天爸爸就给他买了 但是关在那个 锁在那个车房里 不让他看 锁在那个厨仓室里 不让他看见 等到六年之后 他身量长大 长成了 才给他用 这说明说 这才安全 父亲小的儿子 什么时候可以骑车 给他预备 天父更小的 万灵之父 更小的 我们肉身的父亲 管教我们 还凭着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万灵之父 给我们一切预备 有他最高的智慧 在那里做决定 我们应当相信他 所以当我们看见 这个真理的时候 一切焦头仰望 不要操心 不要疑虑 知道一切都有时候 谢谢主 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因为万事万物 都有定时 你有严格的时间表 在做一切 我们就要存着 顺服的心 信告的心 谦卑的心 等候你 凡事对我们 都有一处 谢谢主 但愿你借着这些话 帮助收看节目的 每一个人 我们把荣耀 尊贵都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